李世民时代灿星如云 为何他才是最耀眼的那颗 因为是他点亮了群星的光芒 也只有他能把群星放在最合适的位置 让他们做最合适的事 如果说他用人的格局和智慧 已经让人津津乐道 那么他用人的心胸和善意 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燕郡王罗毅叛变 李世民当即让长孙无忌挂帅 大舅哥当然明白 李世民是为他当宰相铺路 但他不明白 李世民为什么要给他安排薛万彻做助手 我说妹夫 这薛万彻原来可是罗毅的部下 后来又跟过前太子李建成 如今讨伐罗毅 让这哥们上场 你脑回路有点清奇 但李世民认为 薛万彻还不会那么不明智 而这次恰恰是他洗刷罪名的好机会 况且对于梁州和罗毅 这薛万彻相当熟悉 打起来更有把握 长孙无忌更不理解了 要说把握 李世民手下能打的将军 那有的是 为啥非得上薛万彻呢 事实证明啊 李世民判断很准确 这薛万彻一上战场 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长孙无忌见薛万彻这么玩命 又耍了一把小鸡贼 薛将军到底还是罗毅的部下 对罗毅了如指掌啊 一番激战后 罗毅被拿下 自此李世民调整藩王风赏 所引起的风波暂时被平息 但他更为猛烈的薛减蜂王的计划 也在暗中进行 对这事儿呢 魏征很积极 立马上报一个PPT 但李老板看后直皱眉头 我说老魏啊 态度是好的 可你这薛减蜂王的办法 这是不是操了点啊 谁料啊 魏征压根不答这查 陛下 如何薛减蜂王是小 甚至是否薛减蜂王 也不是什么大事啊 李世民纳闷了 你这几个意思啊你 不是大事 你怼给我一个PPT干嘛 而魏征接下来的回答呀 差点让李世民背过气去 李世民手里的奏章滑落在地 他极力克制的眼神中 已经有一丝不悦 魏征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就是 陛下想做一个明君 还是一个暗君 看魏征这一脸欠欠的表情 李世民拳头都硬了 好家伙 真是听君一席话 盛听一席话呀 我现在谈的是薛王的事 你搁这给我明的暗的 没完了是吧 眼瞅李老板差点被气走 魏征却不做 丝毫收敛 明君监听者也 暗君偏信者也 所谓监听则明 偏信则爱 既然你李老板认为 薛俭峰王是大事 就不该跟我一个人商量这事啊 李世民就坡下驴 那行啊 郑愁说不过你 我喊房玄龄和长孙武器 一起来开杠 这下你没话说了吧 陛下又错了 李世民牙根都痒了 可魏征呢 仍然是不紧不慢 李老板 你喊的这俩人 跟你一个鼻孔出气 喊他们来 能商量出来个球啊 魏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啥叫坚挺 李老板 不能只听顺耳的话呀 李老板 那些反对薛俭峰王的老臣们 怎么想你也该听听呀 李老板 你不听听他们的想法 怎么能知道薛俭峰王的难度呢 怎么能知道薛俭峰王 带来的后果呢 这些都不弄清楚 就开始薛俭峰王 陛下是不是 太一厢情愿了 李世民生气归生气 但这魏征的话呀 还是有道理的 于是呢 又一场激烈的争论 在朝堂上全面展开 围绕是否薛俭峰王的遍体 出现了正反两派 反方代表裴三封德仪 正方代表裴三封德仪 以外的几乎所有人 反方一变裴三射先开炮 阳关道 独木桥 为什么单单要薛俭峰王啊 汉景帝坚决薛翻 却闹出七国之乱 他让皇分封藩王 跟汉景帝的操作差得远 所以不要讲朝廷和藩王争利 不要讲什么负担 此话一出啊 正方一变方宣灵 立马输出火力 我说你个老裴三 说话竟是瞎扯淡 如今朝廷实力弱 百姓也很有负担 要想改变这局面 封王必须要薛俭 眼瞅五的老臣 七五八裴三 被怼的体无完肤 反方二号代表 封德仪赶紧上线 OK 陛下和正方便有 我坚决支持阿三 我们之所以封王 是为了显示天子的威严 我们之所以反对薛俭封王 是为了维护朝廷的体面 代表的正方代表魏征 开始一锤定音 话说前朝隋阳帝 为了接见高昌王 把丝绸裹树上 用来显示繁华的洛阳 但凡明事里的人都知道 这叫花辈子蒙鸡龙 驴屎带面上光 这番话有理有结 把裴三封的一怼得老老实实 李世民对魏征的包容 又一次收获了回报 经过这番较量 薛俭封王已是大势所趋 但这不意味着 太壤皇李渊留下的 这帮老家伙会消停 相反 一场更巨大的风浪 已经开始悄悄酝酿 退位的太壤皇李渊 为了防止李世民猜忌 到底有多精明 看完这段不得不服 李世民刚想薛俭封王 一直暗中使坏的长孙安夜 就来找李渊活动 按惯例 这货每次来都没啥正事 要么给李渊讲点黄段子 要么给张杰鱼送点催情水 但这次他是真有急事 他同父异母的姐姐 长孙皇后也知道 薛俭封王对老公李世民 对大唐至关重要 而公公贪婪皇李渊 是反对势力紧抓的救命稻草 所以长孙皇后隔三差五 就跑到李渊这 表面上是陪公公聊天 暗地里是防着李渊救部 来阴谋使坏 甚至联合起来搞复辟 李渊也明白 这长孙安夜 跟长孙皇后有过节 更知道自己的儿媳妇 在软刀子杀人 监视自己 于是就有了下面搞笑的一幕 你怎么又来了 我是来看望太上皇陛下 你是不是看我的次数 比看皇后的次数还多呀 看公公要生气 孝顺的长孙皇后微微一笑 父皇 怼得好不要停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以后别再来看我了 你这一天天的到我这乱窜 你姐会怎么想 你姐夫会怎么想 看公公要生气 孝顺的长孙皇后微微一笑 父皇别生这么大的气 你说话太文雅了 往死里怼呀 你说你每次来看我 又没有什么事情 我再跟你说一遍 以后你别再来看我了 你能不能让我这个老头子 自己安静安静啊 看公公要气死了 孝顺的长孙皇后微微一笑 父皇 乔李渊这不耐烦的架势 你可能会以为 他真的很不耐烦 真实情况呢 可不是那么回事 要知道长孙安夜 上回来的时候 给他送琵琶弦 给他讲黄段子 他可是销魂的 不要不要的 这回态度却180度大转弯 肢体动作也很夸张 而且还大声叫着 你每次来看我 又没什么事情 没有表演的成分 那他表演给谁看呢 当然是给长孙皇后了 话里话外 就是告诉我儿媳妇 我跟你这个不懂事的老哥呀 是清白的 他每回来 我们俩就是闲扯淡 什么反攻啊 复辟啊 我是想都不想 老实的一批 说实话呀 李渊确实比较老实 这段时间 罗伊叛变啥的 他最多也就打打嘴炮 背地里说 李世民这领导当的不咋地 但长孙安夜这货呀 可就不安分了 太阳皇这边没史上坏 他就开始到处乱窜 这一窜不打紧 还真把几个藩王 给股东造反了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一波 关注点赞 评论转发 你的支持是股道 吃就动力